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次 是谁给他们的胆子 去动深渊教团的东西 啊 旅行者 是你们 甘雨怎么在拦截这里 是要发布什么委托吗 你好 我们刚才在聊盗宝团的事 嗯 我们刚才谈到 即使是什么都敢碰的盗宝团 原本也都知道 最好别去接触深渊 因为那实在太邪门了 但我最近从总乌司接到情报 蒙德黎月一带的盗宝团南北两大巨头 正准备联合起来做一件大事 盗宝团 南北两大巨头 嗯 江湖人称南长子 北怪鸟 啊 怪鸟 我有印象 他在蒙德和安博交过手 但 南长子是谁呢 你知道的不少吗 看来是和盗宝团打过很多交道 没错 黎月一带的盗宝团首领 据我所知 那伙人都称他为大姐头 也有人说他的手艺得到过盗宝之神的恩赐 所以是神之长子 但 这大概只是以讹传讹 总而言之 盗宝团发现一座无人发掘过的遗迹 这座遗迹暗中被深渊教团严密守护着 虽然这是非常危险的征兆 但以盗宝团的思维 只会觉得有宝物 他们制定了计划 派一批炮灰引开深渊教团的兵力 然后只靠一位最精英的专家深入遗迹 取宝逃离 为此 据说大姐头和怪鸟 从封丹请来了一位大盗宝家 大盗宝家 是个听起来很有气势的称号呢 是的 那是一位非常传奇的人物 所谓大盗宝家 在盗宝团的地位 等同于我们冒险家心目中的大冒险家 哦 你们难道在蒙德见过那位前辈高人吗 没错 大盗宝家的地位和他一样 就是如此崇高 所以 即使是附近一带的盗宝团南北两大巨头 也要千方百计把他请来 拜托他亲自坐镇整个盗宝计划 最近黎月遭逢俱变 总务司和千颜军都过于忙碌 没空应对这种道听途说的盗宝团行动 但 以我的直觉 与深渊相关的事物 都潜藏着未知的威胁 所以 我就想来冒险家协会挂个委托 嗯 那这个委托我们就接下来 啊 非常感谢 不错 真是可靠的协会会员 那么 一路顺风 委托的细节 就由协会来处理吧 之前 是存还是不存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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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真期待啊 这边有盗宝团留下的痕迹 他们果然来这堆遗迹了 我们往深处前进吧 希望干预的情报可靠 这里的守卫好少 看来他们引开深渊教团兵力的计划成功了 老实点 黄心 老实点 有新的盗宝团痕迹 方向应该没错 但是 怎么有种越往深处 越诡异的感觉 小心一点吧 我 我会轻轻跟在你的背后 我会想起来 可惡 这好像是个人 难道是大盗宝家 这个姿势 它在对什么东西祈祷吗 那 那是 为什么七天神像 会被这样倒过 而且 神像手里 我记得 本来应该捧着一颗宝珠吧 现在 神像手里捧着的是什么 好压抑 感觉非常不妙 那个大盗宝家也是一动不动的样子 难道说 已经 喂 你还好吗 他 他 他死了 我 感觉很不好 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 把情况告诉甘雨和兰姐吧 又发生什么事了 不能再待在这里了 快 我们快爬 她 是 他 是 还是 这些人来此,如等直逝,那么,就应当承担与之对等的代价。 前法,由使徒降下。 深渊...使徒? 戴因?戴因斯雷布? 原来如此,本以为你们只是误闯的老鼠,却也与那纠缠不休之人有关。 他派你们来送死。 他对深渊的反抗,早已陷入僵局。绝不会因为微不足道的波澜,产生新的变数。 深渊...无可阻挡! 这是什么力量?你从来没有见过。 担心了,千万不要大意! 黄星! 老实点! 半生身神,没有一样,十分毯,没选择他们。 不,他们被决定了。 什么嚴重呢? 真是艱难的战斗 你还好吧 好强的敌人 原来深渊教团里面 还有这么厉害的魔物 怎么了 你在想什么 对 我们已经接近遗迹的出口了 快出去吧 这么恐怖的地方 多待一秒都可能有新的危险 重逢比我想象的来得更早些 呀 是大音 看你们的表情 好像刚经历过什么怪异的事 难道是在那座遗迹里 和深渊使徒打过照面了 大音怎么会知道 我仍在继续追猎深渊使徒 也没料到会在这里遇上你们 倒挂的神像 手中的深渊能量 不 我在与深渊对抗时 也没见过类似的事物 但 我有所猜测 先把你们的经历说完吧 你们逃离了深渊能量弥漫的一技底层 然后呢 然后我们在接近一技出口的时候 被突然出现的深渊使徒拦截了 我们和那家伙大战了一番 说不定他现在还没走远 嗯 机会难得 随我一起追上去吧 走吧 机会难得 还有大音帮忙 说不定这次能解开很多谜题 嗨 嗨 现身吧 踩 这个如何 抱歉啊 正常吧 这个如何 嗨 黑之意 平端的 嗨 诺 停 黄兴 化为尘埃吧 黄兴 老实点儿 哼 刚才那些深渊法师 是准备埋伏我们的吗 不 他们只是在那些遗迹守卫的遗骸里 翻找着什么东西而已 是这样吗 旅行者好像也经常这么做呢 什么混沌装置 混沌回路之类的 不会是这么普通的东西 我之所以在附近调查 就是因为从那座遗迹里 时不时会有深渊法师外出探索 他们似乎是想要从遗迹守卫的遗骸中 找到一件特定的珍贵之物 带回遗迹 不过 看他们失望的样子 至少目前应该还没找到 那么刚才怎么不抓住他们好好问问呢 我当然没准备对这些家伙仁慈 只是冥冥中感觉到 这件事对整个深渊教团来说 意义非凡 他的真相 不是通过拷问就能得到的 或者说 这些深渊法师 原本就面对着比任何拷问 都更深的恐惧 这种汗毛直立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好了 别在这里耽搁太久 我们继续追击 一顿子 可看 之四成井 烨 烨 烧尽 为什么 金 我 可能 还 风 冬 橌 火 猜 等一段昼夜! 除了深渊教團,一記守衛在這一帶也很活躍 感覺深渊法師蛇服的地方也經常會有一記守衛有的 這是什麼巧合嗎? 世上沒有什麼巧合 一切都是在久遠的過去埋下的種子 就像那間酒館裡你的出現一樣 時間只是等它發芽 沒事,一些不必要的感慨 深渊教團和一記守衛的聯繫當然不是巧合 應該說是同一根系延展而出的枝差 根系?枝差?你的意思是? 他們都源自五百年前覆滅的古國,坎瑞亞 咦?坎瑞亞? 居然是這樣? 深渊教團和一記守衛居然是坎瑞亞滅國之後的殘餘嗎? 說到坎瑞亞,那真是一個非常久遠的名字了 哦,對了,作為向導,我還是跟旅行者解釋一下吧 坎瑞亞這個國度,是…… 你有記憶,可那是五百年前就已經覆滅的國度 是嗎?人皆有秘密 你沒有追問過我時間的事,我也不會追問你 但若你願意對我說,我也會聽 那麼,你所見到的坎瑞亞是怎樣的一幅景象? 原來那時發生的事,完整順序是這樣的呀 我還以為,你一開始就遇見了那位陌生的神靈呢 嗯,降臨此事之後,你最初的復蘇,就是被妹妹從殞星中喚醒 看來你的妹妹比你先行呢,就是不知道比你早了多久 然後,你的妹妹告訴你,坎瑞亞的滅亡導致天變地翼 要你一起離開這個,名為提瓦特的世界 坎瑞亞的滅亡,她是這樣說的 你們經歷了那次災變,那是五百年前的事 看來你在這個世界的第一次蘇醒,也是在那個時期 嗯,這樣說來,你的妹妹因為先行的關係 當時比你更了解這個世界吧 而此事的後續,就是你們很快就遇到了一位攔住去路的陌生神靈 未能逃離 嗯,這件事是我聽得最熟的呢 我明白了,當時你剛蘇醒,又匆忙想要離開這個世界 完全不知道坎瑞亞這個地名的任何背景 但現在對提瓦特有了一些了解以後 就猜想當年經歷的那一戰,正是坎瑞亞覆滅之戰,對嗎 啊,這麼說來,我們一起旅行的這幾個月裡 你好像查過不少古籍 去蒙德前,只看過一些模糊的資料 後來又在蒙德里悅各地收集過一些舊書 你都說用處不大 原來,你其實是想知道更多關於坎瑞亞的事 而且是為了尋找妹妹嗎 嗯,也是,要尋找七神,可以踏遍七國 但五百年前毀滅的坎瑞亞,現在已經找不到了呢 關於坎瑞亞的事,我知道的應該比你們多 坎瑞亞是沒有神明的國度 神明並非死亡或離開 而是從一開始,就不存在於坎瑞亞的歷史 這是單純由人類建起的強大國度 人類以它空前的繁榮與輝煌文明而自傲 神不存在的國度 而之後的事,也正如你留下的記憶 所有一切都毀於神靈 你的意思是 五百年前,是眾神一同降臨覆滅了坎瑞亞 將所謂人類的驕傲如同雜草一般 從神明的花園中產出 怎麼會這樣?歷史書上都沒有提過 繼續在這裡談論舊事會消磨人的意志 先繼續前進吧 關於你想知道的那些事 我就在這一路上繼續告訴你 看那邊,又是遺跡守衛和深淵法師 代音剛才說 這些古代機器也是源於坎瑞亞 莫非,坎瑞亞有很多遺跡需要保護? 不,遺跡守衛這個名字 是現代人根據現代的印象取的 五百年前沒有人這樣稱呼他們 現在被稱作遺跡守衛的這些機器 當年在坎瑞亞的代號是耕地機 耕地機?好奇怪的名字啊 並不是你們想的那樣 所謂耕地機其實是一種代號 當年的坎瑞亞人會為兵器創造代號 土地不是用農具去離的 而是用鐵與血去爭奪的 基於這樣的理念,耕地機誕生了 用鐵與血去爭奪土地 坎瑞亞人居然這樣理解耕地 感覺不是什麼好的含義呢 在坎瑞亞覆滅以後 這些失去主人的耕地機便紛紛脫離了控制 在漫長的時光中不斷游蕩 逐漸散落在了提瓦特大陸的各個角落 可能是與同樣覆滅了的其他古文明 同病相連的緣故 他們才常常駐留在各類遺跡中 休眠假妹 聽上去,感覺很可憐 好了,再深入了解下去 那些細節對你們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但不論過去如何 至少現在他們只餘下威脅的部分了 把他們全都解決了吧 獻身吧 魚獻狼 長狼 刺驕 回應我吧 火焰 燒雞 火焰 太公子 誰 香 出了驚 hardware 消血 卸 9 回应我吧 从这个深渊法师身上冒出的这段符咒是 难道或是姓吗 这股气息无疑与深渊使徒有关 既然带在深渊法师身上 或许真的会有关于他们行动的信息 可是上面的文字好像读不懂诶 是卡瑞亚的文字吗 将敌人的信仰作为心柴 为高贵的公主殿下献上荣光 这是信里的内容 命运的织基 原动计划 他们 深渊 似乎正在执行一个计划 计划的关键词是 命运的织基 目前似乎还在启动阶段 或者说还在进行最初的实验 命运的织基 那是什么 字面一字感觉是 纺织命运的机器 诶 这么一说 从气氛上讲 那座诡异的仪器 和这个计划有关联的可能性很大呢 所以戴因 信里面究竟是怎么讲的呀 我正在读 嗯 天马行空的计划 也有些难以理解的部分 怎么 一言以盖之 初步的计划与漩涡之魔神 奥塞尔有关 漩涡之魔神 是海里的那个魔神吗 不过说起来 他们想要对奥塞尔做什么 我了解过你们的事迹 也很清楚深渊教团对龙灾的涉足 虽然并非有意为之 但你们确实已经阻止过一次 深渊教团的类似计划了 之前是神的眷属 现在是旧日魔神吗 目标越来越大了呢 这一次 深渊也和对特瓦林一样 想要用谎言和咒术来腐蚀奥塞尔吗 不 从新的内容来看 这一次的计划是更进一步的 不仅是意志层面的改造 他们准备用制造耕地基的技术 彻底改造奥塞尔的肉体 这 这种事也做得到吗 难道深渊教团想要制造 终极杀人机器 机械魔神巫贼 如今这世上 已经很少有人真正了解 坎瑞亚的文明程度 当然 也难以去做评判 只有深渊教团 一直在追寻坎瑞亚遗落的文明 虽然他们已经连人类都不是了 但执念仍存 信中说 他们要用那座污秽味神像作为基底 结合奥塞尔的肢体 制造机械魔神 而用来替换神像手中保住的新的核心 是 世上第一座耕地基的眼睛 世上第一座耕地基的眼睛 哦 我明白了 那些深渊法是一直在搜索的 就是这个吧 想必如此 越说越复杂了啊 不过果然还是和那座诡异的七天神像有关吧 是的 根据信上所说 江眼置于污秽味神像之手 就能为新诞生的污秽魔神 赋予动摇天空岛上神作的力量 这个计划想要对抗的东西 真是巨大到不可思议呢 说起来 既然现在没人知道世上第一座耕地基在哪里 那不如先从神像这个信息入手调查 嗯 那个到处卖唱的诗人太难找了 不如先去西风大教堂了解一下情况吧 说不定会有什么眉目 教堂 嗯 戴音 怎么了吗 没什么 先过去再说吧 巨大的神像 灰红的教堂 蒙德人为了修建他们 必然花费了海量的资源与精力 但收到这份礼物的风神 究竟感受到了多少 又回报了多少呢 信仰是不求回报的吧 哼 只要神灵心安理得 我也不多说什么 嘘 马上就要进教堂了 风神的坏话可不能乱说 而且风神其实 呃 没什么 哼 我本来就没有进教堂的打算 与修女打交道的事 就交给你们了 你是蒙德城的荣誉骑士 深受信任 他们应该会放心 让你参与到这件事里 而我的出现 只会徒增警惕罢了 嗯 而且就像小家伙说的一样 我随时都可能说出 教会不想听到的话 巨信者踏入前程之地 从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过去从未蒙受过神明的恩惠 现在和未来也没有必要 好了 这种事说的也够多了 我们在闲聊的时候 深渊教团可没有停下脚步 嗯 那就我们两个人去问问看吧 我还得提醒你们一句 你们最好也别向教会里的人 提起污秽逆位神像 西风教会对神像的事 不会置之不理 但如果他们贸然插手 只怕会打草惊蛇 而且无论是谁 触碰了与深渊有关的因果 一般也不会有太好的结局 你们去教会里找人打听吧 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们 荣誉骑士 您好 最近过得如何 今天有什么事吗 不过 先说好 想在界天空之情 是不可以的 看来他还没有发现幻术的事 我们是来打听事情的 巴巴拉听说过 世上第一座耕地基吗 那是什么 耕地基 是用来做什么的 果然不知道啊 那换个问题吧 教会有没有弄丢过七天神像呢 你们是来问那个老故事的吗 好意外 因为是很久以前的事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在提起了 很久以前 确实有座七天神像 一夜之间突然消失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当时 几乎所有教会成员都参与了搜索 但最后也没有找到 在教会的记载里 这件怪事被称为失落的七天神像 果然 果然 没什么 还有别的什么线索吗 我是说 还有别的什么怪事吗 对不起了 巴巴拉 暂时不能告诉你我们见过神像的事 这也是商量过的结果 为了你的安全 别的怪事 别的怪事 不太清楚 我想想教会记录过的怪事 暴君的遗愿 不对 时间上应该关联不大 暴君的遗愿 这件怪事 这件怪事指的是 最后也没能解决 后来是自己慢慢停息的 嗯 后来教会认为 暴君遗愿的说法站不住脚 龙卷之魔神 按理说不会发射火球 恐怕 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引发了灾祸吧 总之 这件事和失落的神像 可能没有关系 但其他的怪事 我也联想不到什么了 没关系 还是很谢谢你 谢谢 我好像又听到了麻烦的词 是你啊 罗莎丽亚 如果要找骑士团 他们现在没时间 那群魔物又回来了 那群魔物 就是那些曾经借风魔龙之乱 试图进攻谋得成的怪物 那不就是深渊教团吗 他们又有动作了 嗯 他们正在奔狼岭集结 狼群躁动不安 深渊教团 或许是盯上了 北风亡狼的残魂 至于是为了什么 我还不能确定 秦团长已经去了奔狼岭 唉 我也要开始暗中行动了 那 那我也要去 秦团长说要你留在教会 做好神职人员的本职工作 可 可你也是神职人员啊 对 我们也会去帮助秦团长的 嗯 好吧 有荣誉骑士在的话 但还是请务必小心行事 愿风神保佑大家都安然无恙 原来如此 深渊教团已经展开新的行动了吗 很可能与误会逆位神像有关 我们也去看看 说起来 深渊教团去奔狼岭干嘛 难道又要重演特瓦陵事件 呃 重复的灾难就别再来了 不 应该不会 与被镇压的奥塞尔不同 魔神安德流斯早就死了 如今守护奔狼岭的 只是他的残魂而已 深渊使徒将那缕残魂当做目标 或许只是想要从风神眷属的口中 挖出些有用的信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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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有神渊教团的魔物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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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带敌人可真不少 越靠近目标敌人就越多 符合教团的作风 嗯 走吧 我就不去了 为什么呀 难道你害怕毛茸茸的生物 与狼无关 是因为它作为昔日的魔神 却效力于如今的七神 我无法认可它的行为 更不想和它打交道 再说 讨人喜欢是你的本事 我可做不到 神明本就不值得期待 就当是我私人的建议好了 记住 随时都要对神明保持警惕 不要太过信任他们 但 也不要走上 推翻或猎杀的道路 其实对于你当年那个仇敌 也是如此 不要信任 也不要猎杀 好别扭的想法 戴因究竟是在仇恨七神 还是维护七神呢 前车之鉴 我 就最后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吧 什么事实 坎瑞亚是被神覆灭的国度 而这就是 深渊教团想要覆灭七神国度的原因 闲聊到此为止 先办正事 我去解决剩余的深渊教团 你们也快去快回 事情都解决后 我们在奔狼岭的入口见 哦 她走了 真是个怪人呢 嗯 这么说来 你也很提防陌生的神灵呢 那时在黎月 请先点一上 你的选择和带音很类似 嗯 真是不容易啊 荣誉骑士 派蒙 你们怎么在这里 呀 秦团长 太好了 找到你了 我们听罗沙利亚说 你来这里作战 所以就过来支援你了 那真是非常感谢 这次暴动非常诡异 深渊教团将奔狼岭层层包围 我正准备调动兵力对抗 我刚在奔狼岭侦查了一番 没想到遇见了你们 听罗沙利亚说 他们的目标可能是波瑞亚司 但深渊教团与波瑞亚司 会有什么关联 单纯地找麻烦 应该不需要理由吧 你看 深渊教团 已经找过特瓦铃的麻烦 再去找另一个 风神捐属的麻烦 也不奇怪呀 也 也有道理 总之 这附近的威胁 无论是明面的还是潜伏的 都交给我来处理吧 荣誉骑士 请你敢去确认一下 王狼是否遭遇危机 魔神的残魂不常见人 但我听说你与他有过一面之缘 有你出面 或许是最合适的 嗯 多加小心 前方的任务就拜托你了 西风的荣誉骑士 看 看那边 是雷泽 还有 深渊使徒 这里 不欢迎 你 哈哈哈 仅剩残魂的狼 竟然还有养护子嗣的习性 是想要作为护卫吗 但他的力量 显然不能与魔神 曾经的利爪相比 而是要服从于我们 你就能重获笔尖神明的权柄 就像过去一样 传言 这是什么仪式 他看上去很痛苦 是类似控制特瓦灵新支持的腐蚀吗 能 不屈服 但 不能 再继续 不论几次 你们的努力都只是徒劳无功 你断继 雨下难化 我看 黑之翼 平断的 我先怕 恨恶 火焰 烧尽 虽然 你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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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继 你断继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 人类中的卢皮卡 让你们见到我如此姿态 见笑了 但深渊的石头终究是太小看我了 王狼不拒绝试炼 但阴森的外来者不遵守试炼的规矩 我也注意不到部下的陷阱 也就是说 是深渊教团先做好了辅持的准备 再以失恋的名义把王狼唤醒 谢谢你 以后 我的爪子需要更锋利 你们闻到了危险 来这里 不 我们是听说的 我们的鼻子没有这么好用了 除了来帮忙之外 我们还有一件事要请教 请问 这位魔神大人 你知道世上第一座耕地机吗 我不关心人类的造物 不知道耕地机是什么 但只说印象深刻的机械 曾经倒是有一座 它误闯了我的试炼场地 我将它视为参与试炼的勇士 可它没有智能 只想要战斗 它从头到脚 都是为了杀戮而铸造 最终 我的攻击损坏了它 在倒下之前 它离开了这块世面场 嗯 听这些描述 好像不排除是世上第一座耕地机的可能 是的 它会旋转 跳得很高 还会发射火球 力量虽不比魔神 但比很多持有神之眼的人都强 火球 咦 最近是不是在哪听到过这个词来着 总之 这个消息是不是能说明 世上第一座耕地机确实来过蒙德 听起来 世上第一座的力量 比后来那些量产的遗迹守卫强了很多呢 但在这个故事里 它好像在狼的试炼里被打坏了 嗯 不知道 那么 帮上忙了吗 帮大忙了 谢谢你们 我们要继续去追查一件很重要的事了 虽然深渊使徒离开了 但教团的进攻还没结束 你们也要小心 嗯 我能闻到更加危险的东西 你们也保护自己 掌握了非常重要的情报 我们快去告诉戴因吧 呀 戴因在这里 你有见过秦团长吗 我见到他了 但刻意避开了他 他是施牙骑士 又是代理团长 必然会对我抱有戒心 若我不谨慎 总有一天会变成他的调查对象 话说回来 我这边只是解决了些魔物 没找到什么情报 你们那边有收获吗 原来如此 那么 世上第一座耕地机动向的全貌 大致就已经能够拼凑齐了 诶 真的吗 就凭王老说的那些话 不只是凭这一条信息 而是更综合的考虑 比如 你们之前告诉我说 教会传下的那个老故事 没错 正是你口中那位修女提到的 曾被误认为暴君遗愿的奇怪事件 我懂了 所以暴君的遗愿 其实是从奔狼岭逃走的那座机器 自动发射的导弹 它在狼的试炼里损坏以后 游荡到了旧蒙德的废墟 只要有人接近 就咚咚咚的发射 直到有一天 它终于坏掉了 所以从天而降的火球也消失了 那时候的蒙德人 还没大量接触过一级守卫 就只能解读成是宝君的遗愿了 看来我们该去那个现在叫做封龙废墟的地方 开始地毯式搜查了 哦 你的意思是 你是说 哦 我也懂了 没错没错 那台坐在高塔上的守卫 确实很让人印象深刻呢 就是这个嘛 好 用元素视野看看吧 怎么样 有什么发现吗 诶 你说什么都没发生 明明我还这么期待 怎么会 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是方法的问题 对耕地基用元素视野是不可行的 因为驱动它的能源 从来不是元素 交给我吧 我来尝试 好 好了 哇 这就是 深渊使徒一直寻找的关键 世上第一座耕地基的眼睛 如今留存的所有遗迹守卫 都是这台机器的仿制品 作为原型机 它的战斗力不受控制 原型机 难懂的词 是坎瑞亚人的术语吗 正如深渊教团所想 若能将眼置于污秽逆位神像之手 以此作为基底 结合漩涡之魔神奥塞尔的肢体 制造机械魔神 就能为新诞生的污秽魔神 赋予动摇天空岛上神作的力量 没错 那那那 这眼睛该怎么处理啊 不 由我来保管它 诶 你 大音 你该不会拿它去做奇怪的事吧 随你质疑我的立场吧 但我必须确保它的力量不被旁人利用 隐秘之地会被挖掘 而教会 在我眼中不值得信任 不仅如此 为了永绝后患 我们还要处理那座污秽逆位神像 不能让教会介入 我们自己处理 至于处理的意思 自然是销毁了 销 销毁 那可是七天神像啊 不仅是很有意义的文物 而且是真正的 神灵的 幸亏之前瞒着巴巴拉 否则他现在一定会疯的 七神之物 难道还要我帮他们悉心爱护 走吧 回那座遗迹 我们去砸毁逆位的神像 而且运气好的话 还能遇到深渊使徒 有我在 他就没可能再从你眼前消失一次了 没想到 这一路上兜兜转转 最后又走回来了呀 好不容易逃出险境 现在又要钻进去 呃 像我们这样勇敢的冒险家 整个提瓦特大陆都找不出多少了 如果要去找那座奇怪的神像 只要沿着我们之前逃出来的路线 反过来一路走回去 应该就能找到了吧 嗯 哎 看来 我们到了 怪异 枯萎 令人不快的房间 我理解你们所说的遏制气氛了 哎 还是这么恐怖的环境 小心 不要被污秽逆位神像的力量压倒了 深渊使徒就在这里 哈哈哈哈 明锐的嗅觉 你还是这么讨人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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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味道,讓我熟悉。 你和我們一樣,都是危險的事物。 但教團以外的危險之物,都該被放在籠子裡才對。 你的舌頭,恐怕也腐朽了太久,該切了。 我的舌頭和仙蝦,可等於駕駛慈喘。 我的舌頭是否取得和它,即使不會有器。 就會取得把舌頭帶來。 大的舌頭。 我來給你,我的舌頭。 我的舌頭。 我們不能動力。 已斷罪 这个如何 冻结吧 顶之鸭 渴求优... 这个如何 抱歉啊 正常吧 知识成警 现身吧 冻结吧 顶之鸭 渴求优异 这个如何 化为尘埃吧 红星 小心着凉 积架 冻结吧 颈 铁 铁 铁 供华神秘 这个如何 小心着凉 供华殿下 那 那个人 难道就是 哥哥 等等 他刚才替深渊使徒挡住了攻击 你的妹妹 好像和深渊 哥哥 为什么你和大音在一起 哎 你的妹妹 认识大音 盈 我们又见面了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音也知道她的名字 哥哥 你不该和这个人同行 这个人 是我的敌人 是我的敌人 盈 但这是必须对你说的话 哥哥 不要与大音一起来阻止我 不要阻止深渊 那个人 大音思雷布 他是凯瑞亚末代宫廷位队的莫光之剑 在五百年前 他未能阻止凯瑞亚的灭国 那时 他深受不死诅咒 流浪荒野 只能看着他想要守护的人民 化作深渊的怪物 你说 大音是凯瑞亚人 五百年前经历灭国的凯瑞亚人 而且你说人民化作怪物 是说现在的深渊教团 不只是和凯瑞亚有关联的程度 根本就是凯瑞亚的移民本身嘛 呃 还有大音是你的敌人什么的 一下子完全搞不清状况了 假 嗯 当然 有哥哥在的地方 就是家 但我还不能与你去往下一个世界 寻找新的家园 至少现在不能 在深渊淹没神座之前 我与天理 有一场尚未完结的战争 听我说 哥哥 我已经有过一次旅行 所以 你也要像我一样抵达终点 才能在自己的眼中 留下这个世界的沉淀 我们终将重复 但不用急 你 哥哥 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等你 我们的时间 从来都是足够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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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因也是凯瑞亚人,五百年前也经历了那一切,但她没有变成怪物,而且在五百年后的今天,正对抗着深渊教团。 也就是,你的妹妹说的,戴因正在与她为敌的意思吧。 但是,如果深渊教团的怪物,是当年戴因守护的人民,那为什么戴因要与深渊教团敌对呢? 另外,为什么我一直在陪你寻找的她,现在却和深渊教团的怪物站在一起? 嗯,没错,那,打起精神来。 我们的旅行不会结束,该动身了,离开这个讨厌的地方,先回到阳光照耀的地面上去吧。 如果你的妹妹要你抵达终点,好啊,那你就抵达给她看。 旅行者,我们走吧。 别跟你说了。 现在吧,会陪我下誓 Kreuz弓吉 citoy杜跟报导大人先。。不做只是他们关注她的律師。 T很好。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